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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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歌 RIV 大家好 今天是我老公 来到加拿大的大日子 现在就去吃个早餐 昨晚喝了咖啡 因為我發現我B&B附近有一間挺好的咖啡購 走過看到就決定進來試試 我也是點了一個冰糖 還有點了一個Carrie Cake的Muffin 因為一個多月沒見老公 我就為老公準備了一個驚喜 你繼續看影片就會知道我準備了一個驚喜給我老公 現在吃飽就回家一會兒 然後就準備坐車去接老公 今天會坐機場發電線去接老公 因為他拿著很多行李 應該會Uber去B&B 為什麼會煮東西吃呢 因為今天老公終於來到加拿大 所以就特意煮好一些東西 讓他下機回來就可以有得吃 煮好醬 今天要煮就是他喜歡吃的Pasta 這樣就煮肉醬義飯 好 現在看看我的飯結了 好像不錯 好吃 希望老公會喜歡這個驚喜 現在就出發去找老公 我在這裡搭得最多的就是Straight Car 因為我試過搭巴士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裡的巴士 在這裡搭得很瘋 即是 不按時間也算 他會有幾架巴士 即是去到的站 跟你說說不是在服務 通常我就會搭Subway 但是Subway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在Subway裡面是完全 完全收不到的 所以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還是會寧願搭Straight Car 多過其他交通工具 但是有些地方真的要Subway才去到的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車子有點長 等等 通常人下來就會有機 有車了 現在去接老公了 今天很多人了 快點不久了 那輛車 整個月台都是人 都說走 他的頭髮尾尾尾 等我容易上車 先來 那就搭三個站 去Junian Station 現在搭UP的那支線 在地下街這裡 很冷 我覺得 原來 PILOTS咖啡在這裡 我經常都很想來 但是他收得很早 好像收三點 還收四點 我從來沒有試過成功探訪 但是 我會的 我會有一天可以去 大家等我 我會大家去一個咖啡 Touring 多倫多有什麼好的 咖啡店 有好的咖啡 有正的環境 那大家記得 訂閱我 還有按著那個叮噹仔 那如果我有心錢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大家就不會錯過我的介紹 現在是3點17分 那它3點半 就會有一輛 UbExpress的車 每半個小時就會約一班 那現在就要這樣衝去看看 我可不可以趕到3點半那班 好 那很明顯 我這個低B仔是錯過了這輛車的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可以在月台拍 Cresto Card就可以坐車 因為我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前面有人買票 所以我以為要另外買票 才可以坐到這輛車 但是沒辦法 原本打算坐3點半那輛車 那現在就要坐4點 但是老公4點半才下機 應該是沒問題的 真的好慘啊 為什麼是這麼慘 為什麼呢 等了半個小時 終於都有車了 上了車了 那這輛車就坐25分鐘的 那我想跟老公下機的時間差不多 現在的時間是4點28分 我希望這裡走去接機的地方不會很遠 應該不是很遠 因為我記得我下機是在這裡的 那應該很疼很快就進去了 去吧 老公班機登機了 那現在等他拿行李和過海關 然後就會見到他了 真的很笨啊 他有三件行李 但有一件行李不知為什麼 然後另外一班機要一個小時之後才送到 那我就要等到他一個小時啦 但我已經等了他兩個小時啦 但不要緊啦 最緊要人沒事 安全我坐機 又檢查到行李在哪 那都OK啦 那我現在沒東西做呢 就是在那個機場到處走一下 因為陣座我下機呢 11點多 所以其實都沒有太多這個機場 但是呢 眨眼看呢 就好像很小 是沒什麼 走或者沒什麼看的 可能最後一陣子都是找個地方坐下 喝點東西 然後就繼續等 去吧 好 那最新的update就是 這個機場呢 就真的沒什麼走 有什麼做 那些Starbucks啊 Tim Horton呢 其實有很多人 所以我就上了一層 就坐在一個outdoor的位置 那這裡比較空洞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 不知還要等多久呢 那幸好呢 我那些daioby game 就剛剛好 有一個小時的無限心心 那我想我玩完之後 它應該都差不多出來 希望啦 頂尼好口乾 喝點水 差不多20分之 傻的啦 正正式式人 朝等到晚啊 終於到了 等了四個小時之後 終於都到了啦 終於接了它啦 等到天黑 終於都搭乏乎回家了 中午才快樂 我們要看一下多遠 中午餐廳 終於回到你家了 那等下就去煮東西吃 幹什麼啊 幹什麼 幹什麼跟著我啊 是不是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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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認得的 看他很癡人 你是不是動了 要不要動了 唉喲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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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秋節啊 全聚呢 好 那現在老公就有了洗澡 我現在就煮東西吃給他了 那我看到這個麵啊 這個麵之前 餐廳也是用它的 很好吃的這個麵 所以我就特地買了這個麵 但是就貴一點 這個要5元 你猜一下今天吃什麼 是不是也是卡幫 你這麼多煙肉 你都只用奶油煮的醬 你都不會做那麼多的 看看一會兒吃什麼 這傢伙看死我啊 他說我一定也是煮奶油醬 所以就說驚喜了 大功告成了 但是我太少加了 肉落得不夠多 我煮的時候 以為會有很多 快點吃吧 這個 超大盒的 因為他沒有吃東西 他很肚餓 所以 給他很大盒 這位先生覺得怎麼樣 正啊 喜不喜歡這個驚喜 不錯 老公終於安頓好了 他吃完東西 洗完澡 現在就上了角樓休息 唉 今天也很累 噴不破了一整天 差了他超久 但是很開心 因為終於也看到老公 因為真的過了一個半月 其實對於我來說 也有點難捱 因為這個半月 自己在這邊 然後加上時間 差的關係 其實真的要刻意夾時間 才有機會相處到 但是老公也很好 他也盡量跟我夾時間 爭取多些相處的機會 而且初頭過來 又沒有什麼朋友 始終是 會有一點悶悶不樂的感覺 但是其實 別除這些 東西之外 在這邊的環境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唉 終於都等到老公 太好了 不用自己在這邊 他還有幾天才開學的 那 有些地方就計劃了跟老公去 也挺期待的 那你們記得按著我的小鈴鐺 那你就知道我接下來 會跟我老公去什麼地方 那今天千里條條 接老公的影片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點 我在這邊的生活是怎樣 記得幫我CLS 留言 讚好 和分享 還有記得按住我的小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分享的任何影片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